专家建议灾后的应急物资 储量至少要足以应对72小时 其中粮食包括鱼类、肉类和豆类罐头 还有水果罐头和花生酱等都是常见选择 但紧急粮食必须半年更新一次 避免食物过期 另外紧急用品因包括口哨 因为比起大声呼喊 口哨更容易引人注意 提高获救几率 担任求生教学讲师的Niagas还提醒 每人每天用水至少11加仑 因此储存越多干净用水 越能保障灾后的饮用和惯洗 生活中仰赖的电力 在灾害发生前 可以准备天然能源发电的充电器材 应对较持久的紧急状况 加州理工学院地震专家则指出 周四地震发生的断层 远远不及最令人担忧的 圣安德斯断层 但却是一个新的提醒 要尽可能做好应急准备 新唐人记者王滋一 洛杉矶采缝报道